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传统生意转战直销 他善于布局 积极开发 掌握先机 立下决心 放眼全球市场 勇闯世界巅峰 他要让自己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 真正的成为一位让人尊敬的领导者 其实快飞嘛 你说他难又不难 你说容易又不容易 协会做人就可以了 他就是Team Elite Pegasus II Victor Dunn 让我们以这点掌声来欢迎我们的Team Elite Pegasus II Victor Dunn 各位领袖 和老板们的领导 大家下午好 好不好 首先我先要感恩这位立位的总裁 还有三位副总裁 还有后面的全部的员工帮忙者 谢谢你们 谢谢老板 其实我叫他老板有点不习惯 我叫了Dr. Lim 我叫他差不多三年了 我才愿意叫他老板 因为我不习惯 我真的不习惯 我还没开始我的主题先 我先分享一下 我的主题今天是 Potential 就是有没有市场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哦 首先我看到公司 假如市场再大 假如一间公司不好 或者公司不会做 你觉得再大的市场跟你有关系吗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我们再来看 产品 假如这个产品不好 市场再大跟你有关系吗 有没有 到底产品好不好 为什么怎样证明好不好 很简单的 你看回我三年前的 DVD 我也是同样的 在谈着这个市场 今天的我 跟三年前的我 我好像年轻去了 有没有 有没有帅了 这个已经可以证明了 我们的产品不得了 来我们再来看 制度 刚才我眼睛掉下来 为什么我的眼睛掉了 因为我看到 我们的大领导 就是Mr.Lo 金初 他以前是很严肃的一个人来的 非常严肃 非常啰嗦的 会不会啊 Mr.Lo 那个说你很啰嗦的 但是今天 真的 真的 真的什么 真的他赢了 真的他赢了 没有一个人喜欢 整天压住他的手掌 这样一只压 一只压 没有人喜欢这样的 对吗 好了 刚才说到四天 他说进来的 他的感触 我是进来的时候 我脚暖掉 你看不同的人 看法的角度都不一样 为什么我脚暖掉 为什么人越来越多 压力越来越重 为什么 有责任吗 对不对 就像我们老板这样 你以为 看他好像没有事 笑笑笑笑 我不相信 他是没有 没有感觉的 但是他要给我们 这些讲师 不要给我们太紧张 所以他就 假假没有事 这样 太棒的一个 不只是一个老板 而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老师来的 对吗 所以你看 今天 刚才我过去的 做什么生意 没有什么的 生意很容易做的 坦白说 我觉得 那天我还跟老板在谈 传统生意 不难做的 只是会不会赚钱而已 可以这样说吗 假如 生意 传统生意 做到了 不用紧的 为什么 命不好 就算了 也没有人会去告诉你 应该怎样做 哪里做的不对 因为没得比 因为没得比 可以这样说吗 也没有人会告诉你 你哪里缺乏些什么 但是在瑞维就不一样 好了 今天我们看着 赢在瑞维 这个字 其实对你们 有可能很简单的读 对我很难读 因为我不喜欢 看着字来读的一个人 就是我行我素的那种 我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就算了 但是没有办法来到瑞维 真的 刚才Andy有说 说什么 什么富不穷啊 什么 富不学 富不长 穷不学 穷不进 我是不大懂 他在说什么 但是我有感触 但是我有感触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应该 就是假如你要富 你要很久很久的意思 不要你不学 哪来的富很长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穷啊 穷最好是不要学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开始 我的主题 就是市场potential 在我一个礼拜多前的时候 我就在老板的办公室 因为现在老板的办公室 在新加坡的是在三楼 那我就跟他喝咖啡 然后就跟一起在聊天 聊天聊天 今天的课题 谈完了我们就下楼 刚好那刻就有一个领袖 我跑很快来 不是想着我 是想着老板 老板老板你好 然后老板就笑笑 你好你好 老板是不是每次都这样的 但是他的不同是什么 他后面走来三个中国人 老板就看 原来是这个领袖的朋友 就介绍了一下 然后老板就跟他们聊天 聊天一下子而已 老板就看着这个领袖 这位领袖好像很压力 好像要答复些什么问题 又答复不出 那老板知道了 老板你的眼神很厉害的 一看就大个智商 他懂了 一定要解决一点问题了 那谈谈谈谈一下子 突然间其中一个就问他 老板 中国几时开 老板就 什么事呢 因为我的货寄不过去 这样你开了我就不用记吗 对不对 那老板就听了一下子 就大概分析给他知道 其实老板还没有创立 Reway公司的时候 老板已经有一段时间 很长在中国 所以他很了解中国这个市场 到底那些人脉也好 人为也好 跟政府这些政策也好 他非常的清楚 不是说你要去就去的 他就跟他分享了 这样老板又不可以给他失望 就在问 这样那边做的怎样 不错哦 我有一半人在吃 是谁的 部长什么什么 谁的干儿子来的 他非常有兴趣 对Reway很有兴趣 所以Reway老板又在问他 这样你的组织怎么样 说到组织他就 不错 不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组织有可能 只懂得卖 不懂得搞组织 也许是这样 我猜啦 所以进进来 老板又在问 这样假如 我今天进去 中国来说 这样我是不是进去的时候 这样你难担保吗 你能够担保 你的人不要乱跑 就待在哪里 待在广州就好 不然明天你就告诉我 天津几十开 或者上海几十开 或者 还有最近那个天津叫什么 北京几十开 你能担保吗 他就嘿嘿嘿 这样干着老板 没有办法 所以真的今天 老板真的去开 老板又在问他 假如今天老板去开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 连老板会不会为了一个人 因为他是某个谁的 谁的 他就这样去了 你觉得老板会不会 绝对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有他的方向的 不是你是谁 什么高官还是什么 他就去的 假如这样的老板 我觉得你们最好是不要跟他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去到那个高官的时候的什么干儿子 他直接就对着那个干儿子就好了 还是我说错 或者那个干儿子会不会通过你来 他我相信 他也直接跟着老板就算了 可以这样说吗 听着懂吗 懂 所以这个时候老板就跟他说 现在你的组织 有没有五十个人 他静静也没味道 假如有五十个人 懂得怎样去带队 懂得直销的东西 一切一切又很积极的 又是全职的 做reway这样 就像你的朋友这位领袖这样的 假如是有 五十个人 也不需要到中国 我相信其他的国家都有市场 所以好好去带给他稳 给他多自私一点 到时是时间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不用担心 老板也会去的 那时候你也成长了 为什么 因为老板去的时候 他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去的 他就是寻军作战的 还记得吗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 他一去的时候 就是寻军作战 整个市场拿下来 十几万个人这样涌入进去 不是你一个而已 那时候单单竞争 reway的伙伴 你都不可能会竞争赢了 何况现在你是一个人 对不对 好了 这样你有看到reway 不会给你说 哇那个 某个什么贸易部长 有可能是谁 什么单series 还是什么nato 一进来 老板就让他上台的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 绝对没有 是零的 肯定是零 为什么是零 因为老板 一定会重视我们这些领导人 尤其是那些什么领导人 就是有生产量的 积极的领导人 就像谁 就像我们这些人 这些领导 包括我 还有前面几排的这些领导人 他会不顾 他会不顾一切 的去栽培我们 他不会为了你 而他放弃我们的 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 reway跟其他公司 传销公司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我也做了四年多了 但是我经常 以前我很抗拒 去听人家直销的系统 其他直销公司的 他的后面的背景 我不喜欢听 因为我根本没有兴趣听 因为我在reway 我就好好做好reway的 就好了 但是最近 我就开始有一点兴趣 听一下 为什么这些 有时会听到团言 会说这边跑 那边跑 不用做也有钱 不用做业绩 也有钱 你放一百万 可以拿一百五十万回 再短短的六个月 我真的很有兴趣 听一下 你有兴趣吗 有吗 等一下 完了 静静来找我 不要给老板知道 你会不会 会 你就傻的 OK我就开始听 一般上他们一谈的时候 就告诉我什么 后面 是有多大的老板 在支持他 这间公司 还是什么 什么王族 所以做公司需要这些来帮忙的 因为我在reway我没有看到 reway是这样的 不需要什么大老板来在后台 也不需要什么王族 国王王子 没有的 reway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 对不对 你们认识reway是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 也不需要靠什么官区 一层一层的一层的才会有reway 不是 reway就是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reway懂得怎样搞组织 reway懂得怎样做直销 所以他不需要这一项 对不对 对吗 ok 好了 所以因为reway也是从零开始 有没有听过reway是从零开始的 有吗 好了 我觉得 虽然三年前我谈过这个主题 我觉得很值得提到多一次 就是reway是怎样开始的 因为有的人是刚刚加入不久的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 reway就是从一个人开始的 就是我们的总裁 林文峰博士 就是他一个人 过后他就影响了第二个人是谁 就是我们的副总裁 就从他们两个开始的 就在哪里开始 就从新加坡开始的 新加坡哪一个地方 就从他的家里开始的 给一张桌子而已 四天刚刚谈到还有一百方尺的公司 对吗 对吗 但是还没有这个一百方尺的office的时候 他们是在咖啡店谈的 就是一个排队了 玩 谈完了 又多一个 一个了接着一个 接到他受不了 等一下 不是talk to my hand 等一下 因为我尿急 这样跑去厕所 又回来又在谈的 好 谈到做到有一点成绩的时候 他们才找办公室 就从那边开始 同时间 老板是很坚持的一个人 他是有方向的 他不是说无头苍蝇你知道吗 不逃为苍蝇啊 这边你拉他去 他乱创了 他不会 因为他以前创太痛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 在早期 还没有立位公司的时候 他的头已经撞破很多个了 所以他也不要做 无头苍蝇 所以他很认真的 对待一个市场 所以他也要 一个地方的时候 最少要有千个人的 表扬大会 他才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这段时间 是不是也是蛮长的 但是他就不跑 但是很不幸 也是说很有幸 这段时间的时候 坚持的过程 就有人打电话给他 你可以过来马来西亚吗 因为我知道你在有新的产品 也非常一个好的制度 你可以过来马 他说不要 他拒绝了蛮多个 但是为了一个人 就是他的好朋友来的 应该他们的关系蛮不错的 然后也是打给他 打给他说你要不要过来 他说不要 我要救命啦 我要死掉啦 我破产啦 我怎样啦 我又怎样的 你是个老板的人 你知道 假如你拿一杯水给他 他可以给你一片海的人来的 老板就是这样的 所以很重情的 所以那一位就是Simon来的 所以Simon也是属于一个老人家 所以那时候他就有了新加坡 连同时间也去了 槟城那个地方叫做大三角 因为大三角就有一个OBB 那时候老板就给了一场OBB 给完了这个OBB 老板很聪明 隔天就来一个MDO 但是这个MDO老板以为很多人会来 谁知道四个老人家到而已 所以老板一直谈以为 很多人就以为 是四个老人家起 其实不是 是一个开始的 这个是老人家 他就会影响什么人来 老人家来 就老人群到 变老人宴 对不对 假如一把Auntie来 就影响一把Auntie 假如一个律师来 他就影响一般很专业的律师来 对不对 这些人来的都可以做老板的 妈妈爸爸的 除了一个人 就是保业姐 也是差不多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真的不可以 生不住 OK 姐姐 OK 所以在那里 他哪里都不去 就是守着 做到有根基 做到有成绩 为什么 因为老板 答应过的东西 他就必须要做好来 为什么 有感情的 人与人有感情的 不是说你 怎样就要怎样的 不是说你要拉回 就撤就撤的 是不行的 你必须要真的很认真去对待 不然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场面 对不对 所以他就在坚持 在这个当中 你知道人吗 直销就是人的生意 但是他们这些人 在大三角的人 也有亲戚 有可能在北海 在怡保这一类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就很多 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就很多人 就问老板 老板 你知道怡保那边 我已经有 十多二十个人在吃 他们都要在做的 不然等一下又一个人说 北海 我的某个谁 同样的 他也要在做 吃得非常好 老板你要过来 老板还是拒绝 但是人家会生气的 有时拒绝到人家生气 老板 你以为你了不起 对吗 我行我恕 有生意 你又不要去做 但是老板还是很坚持 为什么 因为责任感的问题 老板也是用很好的一个 谈法 就给他知道 不是不要过去了 跟他解释一下 那些人也OK了 这样守着 守着 哪里都不去 包括KL他都不去 还是要守着 守到什么 好像一道墙 你知道吗 一道墙 你要在同样集中 你看到Rewa的公司 他是怎样 他就是集中点 假如一道墙这样大 你这边打打 那边打打 你觉得会不会有成绩出来 肯定不会有成绩 今天我说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比较有良心 我还记得三年前 叫你们坐坐桌子 痛不痛 还记得吗 今天我要拿 那个Machine gun来 假如同样的这样的一道墙 同样的这样一直往 那个集中那个点 你觉得会不会打过 会不会打穿 我告诉你 铁都打穿 假如打不穿 我们有什么 Machine gun 就是机关这样拿了 这样一直同样的 同一个目标这样射去 会不会穿 但一穿的时候 旁边是不是比较容易拿下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Rewa这样集中 去做一个市场 好了 也很快的 两年了 那时候 公司就自然的 就辐射到哪里 才辐射到KL 基隆坡 那场 那场基隆坡的表扬大会 就积极了多少 老板就给人家知道 你假如喜欢做 你们喜欢做 哪里 KL 对不对 你就集中 积极多一点KL的人 所以那场 第二周年进展的时候 就在KL的五星级酒店 也有同样的 也有很多直销公司的人 进去看 那时候假如要聚集 一千个人的组织 在直销那一个时候 真的也不多 为什么 因为不懂什么事 就是不多 很多人就看到 那些去领奖的人 被表扬的这些领袖 全部他们在台上 可以说话 以前我看三星 就可以说话的 他们说的 全部都是什么话 产品有多好 谢谢老板 好像没有说直销话的那种 一个都没有 在台上领奖的 全部都是产品导向的 他们震撼了这次 也没有听过这间公司 完全没有听过的 已经这么大了 所以在那边开始的时候 就是等于那道墙被打破了 对不对 所以在腹射的时候 就喊怪 就自然他就去了哪里 就新山 然后就马六甲 马六甲就 什么都来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然后 那个时候 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过程 就看到 reway是有方向的 是有计划的 而不是他不要去这边去 或者要去那边 或者要去这边 不是他不要去 尤其是中国 为什么 因为每天你都可以看到 投诉电话 可以这样说吗 或者等一下你坐巴士 也可以看到的 你知道 对不起啊 中国朋友 吃饱 没有事 也打投诉电话 吃饱 有事做 也打电话 你觉得你会不会忙 假如 一位 同样的当时 这样 为了 他去做这个决定 把reway的office 开在那边 那时候 假如有一万个人 因为十个人 打电话去投诉来说 你会不会影响到 九千多个人 假如那些官员 来到的时候 他最多叫总裁回家 哎呀 没有事啊 我相信 reway总裁也OK的 或者工资也OK 但是你知道 你影响到很多人了吗 可以这样说吗 他不可以为了他一个人 做出那个决定 然后不负责任的离开 不是不要去 是时间未到 好不好 好了 来我们来看看 到底直销 是从哪里开始的 我们来看一下 直销是从美国开始的 八十多年前 对吗 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直销公司 但是做了一段的时间 蛮长的时间的时候 比较脱颖而出的这些公司 还有直接有根基的公司 刚才都说了 是人的生意 在美国 不只是美国 还有美国其他的国家 在美国也有他的亲戚啊 或者在其他好像加拿大这些国家的 所以自然而然 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群人过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什么 就叫做美洲其他国家 就是有什么国家 就有加拿大 巴西 莫斯科 单单这个加拿大的市场 你想一想 要拿多久 要在那边坚持多久 才会有什么 成绩跟根基 单单巴西就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他们的历史在直销也是三四十年的 然后还有莫斯科 要在那边坚持 还有什么 同样的 有了根基 有了成绩 去到某个 某个层次的时候 假如他们要在西方国家 拿下西方国家这个市场 你觉得他们还会去哪一个地方 除了美国 除了美国他就会去哪里 自然而然 他就会找一个比较近的国家 还有肤色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哪里 就是欧洲 就会去了欧洲 到了欧洲的时候 同样的 做到一个时间的时候 一段时间的时候 有了根基 比较脱颖而出的公司 比较脱颖而出 更成功的公司 假如这些公司 有了 他们有这个国际观的来说 你觉得 在这个市场 单单美国 美国其他国家 还有欧洲 他们都做了七七八八 假如有国际观的 他们会想要去哪一个国家 想要去哪里 去非洲吗 他们没有得选择地球 看得到的 就是非洲还是亚洲 对不对 他们就想一下 还是选择亚洲 但是在美国 要辐射到亚洲 他们又要怎样走 他们有的选择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 假如要选择亚洲 他们会选择日本 因为日本 是一个经济大国来的 在直销方面 也是非常非常成熟 日本你知道 他们的教育 根本就像直销的教育来的 为什么这样说 他们都很服从 你看他的天王就好 几千年来 就从以前第一个天王 到今天 还是那一个天王 对吗 他们在直销方面 也是非常 服从 为什么这样说 上线每次说什么 他们只能 YES YAK YAK 这样的对不对 不像我们的 卖叉 不会的 他们真的很服从的 所以你看他们的 国家的教育 是非常好 就像直销这样 所以他们在直销方面 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做了一阵子 一段时间的时候 也有根基了 你觉得他们要的是哪里 假如在日本 他们自然而然 他们就想要进入东南亚 但是还没去东南亚的时候 他们会去选择去哪里 就会去韩国 就在韩国 就停在韩国 为什么会停在韩国 因为韩国的语言 有时不沟通 但是现在也名 主流 现在叫主流 也不知道他现在会发生什么 一般上的都会这样 然后 在日本 假如他要打东南亚国家 他又会选择 哪一个国家去先 他一定选择 跟国与国 还有他们的文化 相差不远的 还有不要选择太远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路线 一定会选比较接近 文化又差不多的 他就会选择哪里 选择一个地方 华人的地方 因为在东南亚 也有很多华人 所以他就选择了 台湾 所以一般上在台湾 上线 一般上的直销 他们的上线 都是日本人来的 对不对 在台湾了 同样的 做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同样 假如他们打东南亚的时候 他们就会 选择哪一个 选择印尼吗 不可能 他就会选择哪里 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 但是他们选择 马来西亚先 为什么 在马来西亚的直销经验 也有最少也有三十年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哪里 选择 马来西亚 同时间因为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太靠近了 自然而然 他们也会来新加坡 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 他的分公司 设立在新加坡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品牌 刚才Andy说 也有谈到 他说到新加坡 他就以为很威风 对不对 有没有威风 没有威风的 是因为国家真的做得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政治稳定 非常安全 你在新加坡也好 你半夜三更 凌晨两点三点 没有人去管你 你可以一个人 一个女孩子到处哪里去 非常的安全 所以一般上的直销公司 都会在新加坡设定 这间公司在新加坡 然后就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些人 同样的就会辐射到哪里 他的近 比较近的国家 就是印尼 菲律宾 还有泰国 然后最后 才去哪里 差不多这边 都七七八八的时候 自然而然 他就会选择 把这些 华人 牵在一起的 你看到吗 牵在 有看到吗 你们 牵在一起的 东南亚国家 就是马来西亚 台湾 新加坡 积极这些华人 有了这些华人 他们最终最尾 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哪里 来我们来看 他就是要去 最后 他们要去中国 为什么 不可能 美国人 跑去学华语 学到来 来不及了 就集中 这些华人 去了中国 但 日未又是怎样的 这个是美国 一般上的 直销公司 但我们日未 是从哪里 开始的 我们 对了 新加坡 因为我们公司 开始的时候 是在 新加坡 因为老板 新加坡人 就在新加坡开始 同时间 他也去了哪里 马来西亚 来我们再来看 集集到 这些华人的时候 他就去了台湾 还有印尼 因为 为什么印尼 印尼靠近 你知道新加坡人 也懂得一点马来语 马来西亚 也懂得一点马来语 所以他自然而然 他就去了印尼 还有 菲律宾 泰国 来我们再来看 你在这边 你看到些什么 在这边 你看到些什么 其实不应该去日本 对不对 假如你看到 美国一般上的路线 是积极这些华人的 就应该去中国 为什么这样 又跑回去 日本 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好不好 耐心的看下去 认真的看下去 来我们再来看 他就返回去 变成台湾 就是日本人的上限 这样台湾 是不是比较 我们华人 比较有面子 对不对 所以同时 那时候我也说过 真的要恭喜 这些台湾人 为什么 因为之前 是日本人 曾经带过 我们的台湾人 对不对 现在我们带回他们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在这里 恭喜你们台湾人 给台湾人 一个掌声 好不好 同样的 日本一段时间的时候 有了根基 到某个层次的时候 自然而然 在日本 他就会 辐射到 韩国 还有美国 同样的 一段时间的时候 也不是 那个时间不长的 也不短的 最少有可能 三年五年的 我告诉你 美国不是我们说 要拿下就拿下的 所以在美国 也有根基了 自然而然 他就会辐射到 美洲其他国家 还有欧洲 但是奇怪的 刚才我已经说了 最后 才去哪里 把这些东南亚的 华人 同样的 马来西亚 新加坡跟台湾的 华人 最后才去到中国 为什么 其他美国国家的 直销公司 也是选择最后 但是为什么 我们Rivray 从新加坡开始 根本我们就有 这个条件 不用走一千吗 可以走捷径一点吗 反正都是华人 同一个 语言 很容易打的 对吗 可以这样解释吗 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有没有 有吗 很近 就是没有人这样想过 就是要跟着Rivray的路线 对不对 但是经常都有听到 领导 几时中国开 有没有听到 有 所以他最后还是 选择 中国最后 来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看世界 协会所统计的数字 到底 他的统计数字出来 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我在三年前 应该现在有一点更改 对不对 来我们看他的不一样 在美国 跟美洲其他国家 单单之一块 单单之一块 多少个percent 你们看到的 是不是37个percent 对不对 单单这个 这一块就37个percent 欧洲呢 来我们看一下 欧洲 单单欧洲就 百分之七 十七了 再单单这个西方国家 我们看一下 就占据多少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 日本是18 对不起 日本是18 单单在美洲其他国家 还有欧洲 加上日本 假如这一块 来我们看一下 是百分之七十二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样每个人很喜欢去中国 为什么反而 在另外一边西方国家的 他的直销 的统计数字出来 是百分之七十二 多不多 多吗 来我们再来看 这样来看中国的 中国的 我还记得 在三年前 我在分享的时候 中国市场 是占有全世界 直销 协会所统计 数字出来 是百分之十二 你看到他现在多少啊 百分之十七 是不是他的 已经承受 不是 而是全世界的直销公司 全部融入 进去中国 全世界 每个人都想要去中国 是不是全部去中国 对不对 只是百分之七十 十七而已 你看到吗 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觉得全世界的 直销公司 涌入进去 不可能是这样的业绩的 他的统计数字出来 我相信这十七个percent 都没有做到中间 只是做他的边边而已 可以这样解释吗 只是做到边边 这样你想 为什么很多直销公司 都选择最后到那边 包括美国来的也好 我们也好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太多 单单这样握 握到今天 有的人进去的 握到今天还不见底 单单进去 人多 问题会不会多 哪里都去不了了 而不是他们不要去 就停在那边 所以一般上 大致上 就一般上的 都会停在那边 这样你所看到的 你觉得 我们可以不要 另外一个市场吗 这样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用 所拥有的市场 就是 在这些国家 在东南亚 这些国家 有设 reway的 office的 国家 有哪里 有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 印尼 还有菲律宾 泰国 这些市场 只是占据 直销 协会所统计 数字出来的 7%而已 什么都还没做到 老板每次说什么 reway还没开始 对不对 我们还没开始 对不对 没开始 我们就过过教了 你看到吗 为什么 单单7%里面的 我们只是做到 边边而已 尤其是泰国 都还没真正开始 没有几个人 菲律宾 也是刚刚开始而已 对不对 我们的业绩 已经做了 远远超过 十亿美金了 你们有什么感觉 假如我们好好的 在现有的国家 待多两年 你觉得他的业绩 是怎样的 只是刚刚 边边而已 就远远超过 十亿美金了 来我们再来看 好了 我们来看 在上面的 就是这本以上的 这个国家 我们可以不要吗 我们可以不要吗 可以吗 可以不要吗 这样小声 我怕你们听不懂 整天又问老板 中国几十开 对不对 不然就是 印度拿几十开 印度的现在都来了 最近应该也有 美国的都在问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问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好了 我们来看 单单 我们现有这个国家 就好了 这几个地方 我们已经做不完了 可以这样说吗 好了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单单我们看这个就好了 印尼啊 为什么 reway 比较专注 有一点 focus那个地方 为什么啊 为什么他会 focus那个地方 你们要懂吗 第一 因为靠近嘛 你刚才一路来 你看到路线 全部都要选择靠近的嘛 哪里有可能 这个人跑到这样远去 对不对 第二 他感觉到 印尼这个市场 是没有人去挖掘出来啊 意思就是 没有人懂得 怎样去做直销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假如你们有团队在 印尼的 他们对直销观 好像不大清楚的 没有这些教育的 没有直销的教育 有没有啊 对不对 他们 他们就是 传统生意的 那种想法的 奇怪 这样多年来 有这样多 从日本来的 也好 美国来的直销 也好 都有去到日本啊 奇怪 为什么他们 没有去教育他们吗 所以这个就是 老板在想 因为为什么 假如会做直销的 懂得教育直销的 应该不会在 印尼 为什么 他的一个路线 从美国 直接坐到新加坡 坐到印尼的时候 他们就会选择什么 积极这些华人 就去了哪里 他们会选择印尼 还是选择中国 中国 所以印尼 就不去管了 但是老板会做直销的 老板是会做直销 我还记得 三年前 我说过什么 我们不可以忽略印尼 这个国家 对不对 现在不同了 为什么 有很扛起的责任的 懂得做直销的 因为老板很清楚啊 基本功非常的重要 必须要有教育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 一个月啊 有几场的 什么 OPP 参会 不断的一直来 还有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印尼 单单一个表扬大会 就好几场啊 你可以关注到 所以同时间 我跟老板在了解这些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假如 单单印尼就好了 有可能他的业绩啊 搞不好啊 因为Reway啊 他的统计数字出来啊 他不只是7个percent 不是简单的 为什么 在这几个月来啊 印尼的销量 他的业绩 已经在Reway里面 已经是非常有影响了 搞不好 他在做下去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自己的地区的业绩 还会超越过我们 所以有印尼朋友吗 有吗 真的恭喜你们了 所以为什么我这样肯定 为什么肯定印尼一定做得起 单单看这些路线 你就知道公司是有规划的 老板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来的 为什么 在大概是也是两三个礼拜前 我就听到老板 说他在大三角 找了一间屋子 我说你这样多地方 你还有时间去大三角吗 他还很开心呢 Victor 来我给你看我的屋子是怎样的 他就说描述了 为什么老板又跑去大三角 还很认真的这一次回去 为什么 因为大三角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市场了 应该进来的人已经进来的 在做的人也在做了 他回去那边干嘛 何况啊 这间屋子跟WeWe完全没有关系的 意思就是老板自己要支付的 自己要套腰包拿出来的 奇怪这个老板有一点疯了 一般上的是不是企业 他在一个地方只要他成熟了 只要他有成绩了 一般上他整天就是做什么 找新的市场 他不可能会走回去的 但假如我是大三角的领袖 有可能我今天刚刚加入 我有一天也会变旧人的 可以这样解释吗 对不对 所以没有看过老板 所以老板觉得还是回去 为什么 他有责任可以做得更好 为什么 假如我成为一个旧人了 久没有看到老板 好像没有被疼爱的感觉 等一下 对不对 可以这样解释吗 还有被肯定的那个感觉 因为有时人会成长的 还不只是这样 还有一个他有一点疯了 老实说的 他好像有一点没有事情做 为什么我这样一直说 好像他没有事情做 你看单单在新加坡 在之前 你知道我们新加坡 刚刚买了公司 刚刚买了三间 office吗 你有去过吗 有 其实他不需要的 他在Track Hub 21 已经足够用了 为什么他又要花这笔钱呢 同样的 我们每次说 瑞威有多少间分行啊 哇 印尼以前只是两间啊 现在已经有四间了啊 哇 马来西亚以前只有一个什么 大三角了 再不是啊 大三角了 等下 哇 JB也有了 马六甲也有 哇 一直开一直开啊 同样的 台湾也是 单单一个台中就够了嘛 他就要一直开 开了也开了四间 很好了不起啊 他没有说过的 他静静的 奇怪的 就是我曾经听过 他们去到瑞威的公司的时候 看一看 那个脸好像不耐烦 也没有什么啊 一个counter 请两个人坐在那边 会场 有一个projector 可以坐两百个人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啊 这间是什么公司 直销公司 他不需要啊 他不需要 他假如开了一间分公司 他需要请人在那边吗 他需要请什么 development的 manager在那边啊 又要management啊 他根本不需要啊 为什么要这样去开 因为假如是我来说 我最多 最多最多我写市场的 比较好心一点 去住一个warehouse 买一个computer 叫再多一个人 做什么 backwalk 就是准备那个货物 叫谁 叫那个counter帮我送货就好 我不需要开office的 可以这样说吗 为什么 reway要这样做 因为希望我们每一个领袖 都可以借到力 对不对 没有感觉的啊你们 不用给老板一个掌声的 给reway一个掌声的 我叫你们组长 我也忘记组长 谢谢老板 真的 我想回 假如我是 我没有来到reway 有可能 肯定啊 不是有可能啊 肯定也是像这样的 不可能去开office的 有没有理由 来我们再来看 好了 看什么 看怎样赢在reway 所以单单 我刚才已经分享了 我也来了四年半 真的有时 今天 好像今天就好了 我不可能以前 我不可能 有这个机会 上来这个台上的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你单单看我说话就好了 我很难辛苦表达 为什么 因为不要读书啦 不要读书 要走绝境 你知道考试的时候 我怎样考吗 我就 你知道那个 塑胶吗 Rover 我就写ABCD 丢下去A就填A 不要笑 但是好彩 我真的 我不想要这样平平淡淡过日子 但是就去重伤 但是真的赚到钱 也没用 身体也没用掉 思想也不好 所以好彩在四年半前 就是那一场跟四天的 我们做去 俗罗马亚 我们看了一场表扬大会的时候 回来我还在那边游谊 四天跑得比较快 我还在那边游谊 要不要 要不要 但是供我还要做 那时候 我真的 要做的时候是在六月份 所以刚才四天也说 为什么这样没有人啊 为什么有的人做做又不要做 因为他们以为 要成为一个领导人 只是ABC丢下去就可以啦 他丢了几只一只错 就被赶出鞋项了 对不对 真的是没有捷径走的 人生是没有捷径走的 老板每次说什么 人生是不可能有可能有彩排的 我今天上来 我有很多很压力的东西要分享 有可能我会漏掉 为什么 因为老板是博士 他什么语言都会谈 但我不会 我说好减 我比当人的好 对吗 但是为什么我上来 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我不要上来 对不对 谁说读书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台上线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尤其啊 一到RUA你已经赢了 我告诉你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你不信也好 我还是劝你比较相信比较好 为什么 你自己看一下 一场比一场大 有没有看到RUA RUA的培训会不只是一场 现在 每三个月有时不只一场 还制造了很多很多很多机会给我们 假如这个时候 你还不会认真 你要等几时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 不要开玩笑 不要拿自己的成功来开玩笑 好不好 为什么 RUA绝对不会是因为 你是谁 他就特别优待你的 好不好 不要学习我小时候 听清楚啊 我小时候的那种想法 用ABC 听就低感和谁 好不好 我们要真正试试 RUA 真正 我老实说啦 做在生意 我不舍得下去 谈多一点点 好不好 谈多一点点 好 好彩老板在我后面 所以我还OK 所以其实我在做生意 为什么我这样抗拒之前 我抗拒直销 因为我在包张看到什么 做直销 家破人亡 做到 吃离止善 有没有 原来不是啊 原来做传统的 跟吃离止 什么 七离止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看银行 在告 这些人 都是有钱人 对吗 你没有钱 他告你干嘛 这些人是什么 做传统生意的人来的 你想一下 这传统生意 被告的 因为贷款 没有钱给 有没有理由 不是做直销 因为他们不可以包 不然没有人 要做传统生意 可以这样解释吗 你看 拿到林那边 太太 笑到这样开心 难道你有被 进去那个club吗 应该不要了 所以你看 假如我们看到 这些国际了 你自己要选择 真的要学好基本功 你必须要有三本 哪三本 第一本就是你自己 本能 你要有能力 你必须要有能力 能力里面有三宝 什么宝 第一宝 刚才师姐已经分享了 你必须要懂得 应用这些工具 假如你自己 都不会应用这些工具 那怎么办 你又会不会 整天一直跟着他 假如你是西马人 你跑去东马 你整天跟 不可能 那个是豪彩 因为公司有在那边 假如你去的国家 公司没有在那边 怎么办 对吗 你要懂得 怎样去应用 这些工具 要懂得不懂 不只是你懂 你学了 你必须要做 做了 你必须还要教 对不对 好了 第二 你必须要懂得 直销的一切的知识 不然有问题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帮到你 因为领导人都没有在那边 可以这样解释吗 要懂得怎样去解决 这些直销的问题 要懂得怎样去独当一面 不然是不可能 不然就很辛苦 假如你还不懂得 怎样独当一面 最好是静静的 乖乖的 在你现有的市场 已经做不完了 我老师说的 对不对 还有三宝 公司也没有在那边 公司没有在那边 你怎样接力 你最多给他看什么 视频 你看公司的 七周年庆 八周年庆 哇哇哇 他在concert就可以看到了 他没有感觉 他本身没有来到 他不懂的 可以这样解释吗 认不认同 认同吗 认同的 要认同啊 所以好好学好基本功 还有第二 本钱 本钱 本钱重不重要 你假如没有本钱 你打国际干嘛 有的人告诉我 我没有做日威啊 我还有一点点 一点点钱啊 因为我做了日威 我没有钱啊 有没有听过这样啊 有没有 我没有做日威 我还有钱啊 这样为什么做日威 会没有钱 因为我飞去哪里 我飞去哪里 我飞去美国啊 因为我朋友要买一套 为了一套 他拿了几千块 做这个路程 希望ABC丢得中 他回来就爆 他还没做就没有钱了 所以本钱也不需要太多 假如真的你没有本钱 坦白说的 你就好好待在你现有的市场 同样的 好好把你现有的团队 的基本功 根基打稳一点 成熟多一点 等到你真的赚的钱 你才要去哪里 你才去 好不好 不要因为是你贪玩 因为是一个人 你就飞到那边去 不需要用记的可以啦 好不好 好了 所以第三本 什么本 本人 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有听到什么 做直销 做到 妻离子善 有没有 自己的问题啊 但是刚好他做到直销啊 直销到处去啊 久而久之 哎呀老婆又担心 他有可能口花花心花花 因为是直销 要害了他 妻离子善吗 是谁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你本身是不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 你要问你自己 又是不是你是人家的老公 你就要负去老公的责任 假如你是 因为这边有男有女嘛 对不对 假如你是老婆 你也要负去老婆的责任啊 假如你是人家的什么 孩子 你就要负起孩子的责任 一样的 或者女儿 不要给家人担心 对不对 整天口花花的那些 哇刚好在谈论 在grouping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女的 领袖 我老婆听到电话 谁来的 那个女的是谁来的 告诉我 我过后每五分钟打一通电话 假如这样的人 你最好是不要乱乱跑 待在家里就好了 对吗 还有你能够 今天我有可能在新加坡 明天你看我在加卡塔 后天你又看我在哪里 槟城 有可能 等一下10点晚上的时候 我又在KL了 你要有这个能力 假如你现在在有做工的 你可以随随便便吗 有没有今天你们 夜会夜你们的朋友 他说对不起 今天我有工作 有没有 有的来一半天已经不错的 他们又要赶回去做工 这样你怎样去做国际 不可能你有这个条件 去做国际啊 你本人 可以这样说吗 所以你必须要 全职你就做国际还OK 假如你不是全职的 你就不要乱跑 不然等一下又说什么 做职销怎样 距离止善啊 我那天才看的时候 我一看我一直笑 因为毕竟我已经做了四年多了 我也懂真正的一个职销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瑞威我才懂得 真正职销是应该这样一步一脚印 这样去耕耘回来的 所以我看了这张报纸的时候 我真的笑 其实为什么没有去访问那些传统生意的人 对不对 你破产过吗 Main Club最好是不要 所以我很庆幸的 我还有我的partner阿宝 真的很庆幸 在四年半前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把我们的生意关掉 把它关掉 大概四年了 没有到 有没有吗 差不多了 三年多四年 我把它关掉 投入瑞威百分之百 不然也不可能 你到我要关掉的时候 必须要真的 扛 那个叫什么 好像要有很大的勇气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真的没有说 我必须要有很大的能量 我才把公司关掉 我没有这样 我只是说 关掉就关掉 四个小时就把它关掉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在一个礼拜前 我关之前 一个礼拜前 那一天老板又来到我的店 又来 就来了我的几间店 走走了 我才关掉的 一个礼拜后 为什么呢 因为要给他知道 不要跟我玩玩 我是关掉生意来跟的 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把生意关掉 不是说我生意做不起了 我才来的 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 做生意人看得懂了 对不对 不需要等到 哎呀 没有钱开饭了 你才来 不需要 因为我相信老板 的确 好彩 我没有ABC 同样不只是这样 我也把我哥哥 我家人 我的哥哥 我姐姐 我姐夫 我孩子 全部搬来 为什么 为什么把我全家人搬来 不然 我看到以前的 以前那个炒果条叫什么名 春天啊 他们的姐姐啦 什么什么啦 很多 全部都在这边啦 人也是跟四天有关系的 肉精猪就是他的谁啊 我这样我一点比较划算嘛 有没有 我们也听到刚才Mr.Lo说什么开水龙头这样就可以啊 但是你们要记得 真的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我真的要说 不是理所 因为是有一个人很用心的 所以 我谈的时候 真的不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老板 去到大三角的时候 他是怎样 给奖金的 你知道做什么 怎样给的吗 他搬他的 打印机啊 就这样 搬 搬的去到hotel做什么 就拿一个check嘛 不是有check嘛 他又怕印错 就拿了一个A4 size 的纸来割 割了 差不多一样size 你知道 以前的printer的alignment 就是他的 瓶水线是 有时候会跑来跑去的嘛 对不对 他就 他又弯去 你们认识老板 多不多啊 你们 假如他做了三四张 这样的时候 他会怎样 他就是这样 要求百分之百的一个人 言以利己 宽以淡 他对他自己非常严格 一点点就不可以 但是我们每次做什么 他都ok啦 很好啊 就这样 很好很好很好 是不是这样的 他就又再重来 又再重来 从来到他整整齐齐 Simon Wong的出来 什么工作啦 什么的 就很开心 给钱也很开心的 明天得意洋洋的 这样去拿check给人 这样的态度的 真的帮不帮 是这样 这样print的 不是今天我们这样说说说 带家人来就吼谁了 有没有理由 不只是这样 他的故事 我可以告诉你 假如我坐在这边 谈他的故事 三个月后 你们不用回家 在这边听 听到三个月后 你们才听得完 好不好 所以真的 我只能说 真的成功 真的不可以等的 在我们父母 有在的时候 真的要快 好不好 好不好 等 现在我们健康 或者不健康 but dear 记得要吃 好不好 四年后 你看我的分别大不大 我再强调多一点 帅不帅 帅 但是不只是我一个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